Hello大家好,我是Blair,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Google Play开始允许开发者使用第三方支付 其实在之前谷歌强制开发者使用其唯一的支付系统引起了很多开发者的不满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谷歌开展反垄断的诉讼和调查 因此谷歌也在不断调整其政策 比如说像在2021年在韩国地区上架Google Play Store的手机和平板内 谷歌允许其使用第三方支付系统 在2022年谷歌开展在欧盟、日本、澳洲等地区的试点工作 像在今年6月在英国地区 谷歌也是允许其使用三方支付系统 至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谷歌允许三方支付系统的接入 近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Google Play三方支付相关的政策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添加下方微信随时和我交流 跟周看 和谷歌